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7月7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咱们先来看一组外交方面的消息 1. 斯莲斯基总统抵达布拉格,会见了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 斯莲斯基感谢捷克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 随后,斯莲斯基会见捷克共和国总理彼得菲尔拉 双方都有多位部长出席了会议,讨论了军事、人道主义和贸易合作以及乌克兰的战后重建 捷克共和国总理彼得菲尔拉周五在布拉格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斯莲斯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捷克共和国将很快向乌克兰提供攻击直升机和弹药,并参加飞行员培训,包括F16战斗机 另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捷克将援助十万发大口径炮大 泽连斯基和捷克总统帕维尔会见了一名正在捷克接受治疗的乌克兰男孩安东·克茨克 泽连斯基知道这个孩子叫做安东·克茨克 今年14岁,他来自利沃夫地区的鲍里斯拉夫 自2022年3月以来,他一直在捷克接受治疗,他很渴望与泽连斯基见面 泽连斯基说,安东,我很高兴今天见到你并与你交谈,祝你胜利,感谢你坚定的信念 男孩说,总统先生,我很高兴我们今天见面,这是我最真实的愿望 男孩感谢泽连斯基的礼物,还向总统赠送了一件印有他的图画和题词 《我们在一起就是力量》的T恤 还有一颗新兴的纪念品,上面有正义女神泰米斯的形象 安东说,非常感谢你带领乌克兰取得胜利,我想给你正义女神泰米斯 让城市和连结在乌克兰蓬勃发展,任何邪恶都会受到公正的惩罚 我在这个女神身上看到了你每天向世界展示的东西 我为你和整个乌克兰感到骄傲 这个孩子不但坚强,还是个语言大师,希望你早日康复 二,瑞典政府正在考虑禁止公开烦烧古兰金 因为最近与古兰金有关的类似事件损害了国家安全 托尔奇总统埃尔多安说,在烦烧古兰金停止之前 他的国家无法批准瑞典的申请 周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瑞典加入北约取得进展,最快有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获得批准 三,美国财政部长伊伦访问北京 他的低端晚饭是在三里团附近的一家云南餐厅吃的 既然是公派出国,这段饭的费用肯定是要美国政府报销的 根据美国政府网站,美国公务员在北京出差一天的伙食与零花钱 标准是138美元,这比在意大利罗马出差的132美元还要高 但是在拿金只有每天70美元 并且还详细列出了在各地吃饭的具体费用标准 简直是失无巨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标准与职务无关 不是说官大就需要吃的更贵或者吃的更多 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 辅导报告背后的国际专家团队中 有一两个人可能对日本辅导核电站的飞水排放表达了担忧 但还是那句话,我们发表的内容在科学上是无可挑剔的 格罗西表示,没有一个专家直接向他提出担忧或者对计划的不赞同 格罗西表示,我们说这个计划是符合标准的 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这些标准同样适用于所有人 五,乌克兰已正式请求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新西兰外交部的一位代表说 作为该伙伴关系的法定保存人的新西兰已收到乌克兰的正式加入请求 申请过程的下一步将由所有CPTPP成员决定 日本经济大臣后腾茂之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东京作为CPTPP成员,在市场转入和规则方面 应仔细评估乌克兰是否完全符合协议的高水平 CPTPP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密鲁、新加坡和越南 英国最近成为另一个成员 中国、厄瓜多尔、哥斯大利加、台湾和乌拉圭也有加入申请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国家主要出口电子产品、汽车和矿物燃料 六、俄罗斯女性开始被征召与乌克兰作战 厄姆斯克的公共页面上出现了邀请与国防部签订合同的广告 照片中一位山庄军装面带微笑的金发女郎 邀请女性与男性战成同一队形 医生、护理人员、护士和厨师都被召集来提供服务 独立媒体七成七记者拨打了厄姆斯克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的电话 他们证实相应的照片工作正在进行中 50岁以下的女性可以签订合同 任期至少一年 期间没有假期 要求也很低 例如护士和厨师不必接受其专业教育 这些女性将被送往何处尚不清楚 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表示 她们将在俄罗斯地区服役 当然还包括2022年秋季吞兵的乌克兰的端念茨克、卢干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 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无法透露女性将获得多少报酬 该员工只表示 她们第一个月有权领取周涨10万卢布 接下来的三个月各领取5万卢布 女性还将获得一次性总统奖金19万5千卢布 如果想入伍 需要根据合同向兵役选拔点提出煽情 今年3月7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国表示 有1100名女性参加了对乌克兰的战争 其中三分之一已经获得国家奖励 她补充说 总共有超过39000名女性在该国武装部队服役 其中包括近5000名军官 囚犯权力组织俄罗斯监狱和乌克兰官员 今年3月表示 俄罗斯军方已开始招募女性参与战场部署 好 咱们一起来看总体战况 一 过去的一天 俄罗斯军队继续将主要精力集中在 莱曼、巴赫木特、阿富提夫卡和马林卡方向 在这些地方发生了30次战斗 过去一天 乌库军对敌方人员集中区进行了8次打击 对敌方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一次打击 乌总参总结说 过去一天 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袭击了一个敌方人力、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一个弹药库 六个射击战队的火炮武器和三个俄军电子战系统 乌总参发言人这样概括昨天一天的战斗进展 他说 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方向的克里斯基夫卡附近成功发动建功 60名俄军被消灭 116人受伤 乌军还在莱曼、阿富提夫卡和马林卡方向击退了敌人的建功 乌军总司令扎如日内说 我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进行了电话交谈 谈到了前线的作战情况 乌克兰军方继续开展积极的进攻行动 情况正在按计划发展 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二、乌空间发言人伊格纳特称 俄罗斯军队每个月平均用近百枚各种类型的导弹 袭击乌克兰的城市和船庄 最近导弹活跃明显减少 这与俄罗斯捐供联合体生产巡航导弹的能力直接相关 伊格纳特说 俄罗斯每个月生产口径巡航导弹约30枚 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巡航导弹 因此用口径发动的袭击也最多 这里是一枚伊朗无人机的残骸 坠落在蒂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高速公路上的一辆汽车上 造成二人死亡 另外 俄罗斯导弹袭击利沃夫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0人 三、战争最新方面 俄罗斯人昨天袭击了乌克兰的8个地区 过去24小时 俄军队扎波罗日地区的11个定居点案 进行了56次袭击 造成一名女性死亡 四、吴总参发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232,810人 新增510人 坦克4,070辆 新增2辆 装甲车7,944辆 新增12辆 火炮4,330门 新增20门 五、马基夫卡地区被海马斯连续轰炸两天后 今天继续传来多起爆炸声 六、六月份乌克兰收复了约200平方公里的国土 这意味着俄罗斯目前总共占据了乌克兰17.51%的领土 七、这两天 乌军打退了俄军对阿夫提夫卡的建功 这次建功规模较大 持续了10个小时 最终以俄军的溃败告终 两辆俄罗斯T-80BV坦克受损并被缴获 损失数十名士兵 八、战俘交换 45名士兵含亚索钢铁厂保卫者和两位平民回归 平民是被非法带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 六岁的雷纳塔和十岁的瓦尔瓦拉 他们的母亲是一名战地医务人员 于2022年10月在一次重大交换中获释 许德战俘一下大巴就兴奋的呼喊 还有人趴在地上千万土地 不过每个人都喊销售 差点就让人以为是从奥斯微信归来的 其中的原因不说咱们也都清楚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康同学先前更远 咱们稍后再会